這個罰款也是你要繳的嗎 雷射手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凱莉 國光女生2015寫真年齡 熱烈搶課程 歡迎收看國光芒芒之寶 Peace 何秋文 大家好 今天那個要跟各位講 交朋友年齡絕對不是問題 這些人居然是忘年之交 就表示說他們之間相差的那個 年代非常久遠 年代 有人在瞪我 好 第一位是寶媽妳好 大家好 寶媽好久沒來了 對啊 我們是 你們這節目已經不太適合我來了 怎麼會呢 全部都是辣妹 不是 我們是忘年之交 你別忘了 你一定要到 我們在我們眼中是辣 對啊 真的嗎 真的 對 確定 確定 你這句話通常你會喝一點點酒 你才會對我這樣講 不然我第一天不喝也能說這麼好 面了 人夫已經變成這樣子了 對… 好 跟我們的忘年之交差了幾歲呢 二十歲 對啊 我十八歲生我女兒啊 所以我跟寶儀差十八歲嘛 他比寶儀還要小 對 就一直說寶儀又一個年紀喔 好 那當初怎麼會跟他 他等於是你兒子一樣 怎麼會變成這麼好的朋友 我覺得應該是 我覺得有時候交朋友 都一定是朋友跟朋友嘛 一定是朋友帶去影響你的 那我覺得 這個朋友 他進入我的生活圈 一定會有一段時間 也不可能說 我現在教你 然後我們可以每一天 可以碰麵 吃飯 出國 不可能 然後全個家人這樣子相處 我覺得這是不容易的 也沒那個時間對不對 對 然後大家都以為寶媽 是一個很容易相處的人 知不知我真的是一個 不太好相處的人 我要跟他交朋友很難了 我是 我真的我不騙你 真的 人家說我水瓶座是一個 既很好交朋友 又不好交朋友的一個星座 什麼意思 就是我呢 我覺得你們 我對你們大家 我都覺得很好 但是如果你們要進入 到我的生活圈 我又要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那把球 有一些小地雷 對 可能一個小小的事情 他會就會覺得 這個人怎麼這樣 不合 這是滿有美感的對不對 不是 對 身邊充滿了小地雷 對 你看鐵頭多厲害 沒事 好不好 來 那這位朋友到底是誰呢 歡迎 太陽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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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太陽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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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保姨還小 看得出來啊 對啊 對啊 沒有...今天冬天嘛 還沒長出來 還沒睡醒 等一下 然後夏天的時候 他自然就會 長出一心 逗苗 四個月後見 你們今年球季已經結束了 對啊 是 現在休息狀態 對 休息狀態 然後就... 等過年 就跨領域想要看看 不同的領域上 然後來上一下綜藝節目 是... 滿好玩的 滿好玩的 對啊 對啊 那請問一下 比如說像你們這個球季 跟球季中間對不對 永遠會卡一個過年 對不對 那可是過年的時候 大概一定大吃大喝 心情放得很鬆 那再回去 就是... 比如說春季訓練的時候 會不會就很累 會 可是相對的 在過年期間還是自主訓練 還是要 比如說人家在過年 可能我們早上一大早 可能就是先去爬爬山啊 跑步 還是要做一些動態 維持這樣子 對 維持 不然那個春季一來得了 哪還受得了 因為有時候球隊會 限制一些年輕人 比如說 那你過年前 然後先量一下體脂肪 如果說你超過體脂肪 如果說你超過原本的體脂肪的話 你回來可能就會很慘 還這樣規定 對... 哇塞 不能肥 那可能沒過年嘛 根本沒過年 應該更可憐一點 過年前量 超過... 沒有過年 今年沒有過年 一直訓練這樣 那對你有沒有這樣要求呢 我還年輕 看頭我就知道 吹友 不會 那你不會先做 那請教一下 怎麼會跟寶媽成為好朋友 是因為那個鐵頭 他還打棒球 所以能認識的嗎 也算是 算嘛 對...他就知道了 是先認識鐵頭嘛 對啊 然後鐵頭再帶他女朋友來 才認識 那... OK 那你覺得寶媽 你跟他相處有一段時間 你覺得他的優點是什麼 優點喔 就是比較會 煮菜 爆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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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優點就是比較會 訓話 訓話 講人生經驗 什麼時候跟你訓話過 不能講訓話 常講一些勵志的故事 來告訴你對不對 也對 也對 等於跟你是亦師亦人 對不對 有時候像你生命中的 可是我也是把他當作 因為我都叫他媽咪嘛 這樣子喔 對... 可是...可是我覺得你 今年春訓會比較累 對...蠻累的 因為...不是...因為 寶媽很會吃 對...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因為本來就不懂生活的我 然後就... 認識寶媽的時候 就開始... 大家都會帶我去... 吃吃喝喝的 吃吃喝喝 然後我...其實我現在正在說小福 你為什麼會覺得說小福 我跟寶媽帶你是不是快樂的啦 對... 對不對...然後也... 視野也開了 那你們常常一起出去吃 湯阿雞的 對... 湯阿雞 他們很愛吃湯阿雞 對...喜歡吃雞 喜歡吃雞 就他們開車開... 開車開在路邊 只要湯阿雞一定... 一定... 我們一定... 我們一定停車 不管是哪一家對不對 對... 反正就是嘛 一定會吃到好吃的 有一次停錯了 湯阿豬 算... 喜歡湯阿雞 你為什麼這麼喜歡湯阿雞 我不曉得耶 湯阿豬 我總覺得這是我們台灣的文化 你知道嗎 你就會有一股... 就覺得說 這就是我們台灣好吃的東西 所以我任何一個地... 我跟他去很多地方 什麼觀之嶺啊 台南啊 台東 花蓮啊 什麼地方宜蘭 我只要是湯阿雞 你問他 我就一定說 就這樣子 你今天要... 像講完那個球端 會不會等一下要打電話給你 你要不要先回來量一下 你不要看他拉成這樣 他真的是這樣子 他如果定說他休假之後 然後他要回去 他們要體檢嘛 對 他要體檢那一個禮拜 他通常都不會看到我 他說媽咪 我跟你講 這一個禮拜你不要來台灣 找我們 先閉關 對 我一定要 他說不可以這樣子 泰山你轉入職業 一共多少年 他久了 我高中畢業就開始打職業 他超久的 五十幾年 沒有沒有 感覺啦 明年邁路二十 明年邁路二十 他剛進入職業就是長髮 沒有... 他以前留在那裡 過不成的 對啊 過不成的 太厲害了 來 謝謝 謝謝 第二位 來... 差幾歲... 這個可怕囉 一 二 三 太可怕了 一 二 三 二十六 所以今天帶小辣妹來 小女二十六歲 大女二十六... 大我二十六歲 幾乎就是當我爸了 那就仁瑞了耶 仁瑞 活化石 沒有 他活化石 二十六歲等於就是 七十...七十三 七十二 七十三了 怎麼會跟他成為最好的 所以你有四十七歲 我四十七 對 看不出來 真的 同年次的吧 對 真的耶 他也跟建民 你們都是同年的耶 我同年啊 五十六啊 但我比他小一點 我十二月的 一定要講嗎 差了幾個月也好 我跟他很有緣 我在做節目的時候 他是我的長官 是 長官級的 而且我那個節目爭議性滿大的 台灣紅不讓 那就是在他任內 你知道長官要扛了下這一種責任呢 比較非常有誤字的 那是 那經常就是被罰錢 或者被批評 他把我叫到辦公室 他把我肩膀說 沒關係 我挺你 你好好的加油努力 反正罰款也是你要繳的嘛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講 對 萬一他跟你講下去 明天不要對 對 收掉 他一句話就可以不要做 而且當官是這樣喔 那麼多製作單位排隊要送案子 他何必給自己找麻煩 他還可以說你不要做了 給別人做 對 當官他把官位顧住就好啦 他幹嘛去跟你博這一種 就不要有爭議就好 而且我記得那時候 紅不讓這個節目 很多的話題是爭議性的 對… 他叫我們去喝尿啊 也是這個長官指使的嗎 大概有一半他想的 有一半喔 他默許啦 你也知道 你也照節目錄完 不是我說要播就播的嘛 那也得他同意 對… 那近幾年來更熟悉的原因 是因為我就跟他一起 那個出外景 還出外景 還出外景 對… 有台一個… 他七十幾歲跟你出外景 有台一個節目叫 然後來就變成我跟 那遊山玩水 跟這位大哥一起去主持 那不就是台灣版的 花樣爺爺 就是這個 其實當時製作單位 招問兩個就是 就是這樣的意思 這樣子喔 然後你要知道嘛 出外景經常就是 是 然後晚上呢 又安排我們是同一個房間 日久生長 對 那半夜他也之後 也會幫我蓋臉被這樣子 那有一次我夢中覺得說 奇怪怎麼跨下一陣子 對 是你自己 是你自己尿船嘛 對啦 驚醒的時候 看到他頭正好在那邊 然後我想說 你…你要幹什麼… 沈玉琳口中這位長官好友 到底會是誰呢 寶媽結交張海珊 原來目的不單純 你在比賽是寶媽會去看嗎 對啊 他幫忙 驚醒的時候 看到他頭正好在那邊 然後我想說 你…你要幹什麼… 你要幹什麼 你怎麼那麼大了還尿尿啊 究竟是什麼 究竟是什麼 來 歡迎聖明大哥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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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位置 我們先訪問一下 我們先聊一下… 先聊一下… 沈大哥好…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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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他剛剛講了我… 什麼壞話 大哥這個… 這個… 你跟他相… 相…相識也很久了 我們淵源太深了 他有沒有什麼… 你認為是優點 優點啊 幾婚沒有 幾婚沒有 但是演藝圈呢 缺了一個沈玉琳 是可以的 那是 有了沈玉琳 演藝圈夠熱鬧 是… 而且他還有一個 淘汰藝人的功能 所以當初上他節目的 現在很多已經不在圈內了 現在還在休養 那個… 這個兩個人忘年… 當年他真的是做節目的時候 給你帶來很多麻煩 我認為不是麻煩 是… 因為只要收視率好 觀眾喜歡看 是… 就成功了 反正錢也是我在繳的嘛 是… 那時候呢 出了很多鬼點子 是… 所以啊 我說啊 電視圈、演藝圈 不能沒有沈玉 是… 那倒是… 那你們認識多少年了 幾十年了… 二、三十年有啊 有… 三十… 有啊… 二十多年有 對呀 二十多年有 那個聖大哥是… 節目部經理嘛 對 就是因為這樣所以後來 節目部經理就不做了 對啊 好搞慘 對 聖大哥後來是已經賺夠了 那個年代電視台的薪水很好 三月領單薪 雙月領雙薪喔 雙薪 雙薪 也就是說你薪水… 過年過節再發 也就是說你薪水如果是六萬的 一月份領六萬對不對 二月領十二萬 三月領再領六萬 四月再領十二萬 過個年 加雙薪的喔 年終獎金喔 我們現在都假論說 兩個月三個月嘛 不是 他們是講兩年還是三年 真的假的 過年 真的這樣子 交所得稅的時候 也要加加發 不然怕你這個錢 不夠交所得稅 對 所以年終獎金一領喔 就買車就買車 買房就買房 所以他們當初是不含稅的 你知道嗎 含就不含稅了 我的薪水不含稅 到稅你幫我繳 所以聖大哥身家 他已經數億的人了 沒有啊 沒有啊 你這樣誇張 當我講得那麼有錢 你覺得他比我更有錢 沒有喔 沒有啊 他有 他們兩個去出外景 製作單位很煩惱 對 為什麼出個國呢 一人一台飛機你知道 想說太有錢了 那四人飛機 哪一個電視來坐 那怎麼辦 我要拍哪一台呢對不對 太有錢了 我們那個外景確實是五星級的外景 那也是要感謝聖大哥 因為不能讓他累到嘛 是 他好日子又過冠的人了 所以到哪裡呢 一定高鐵 那住一定都住最好的 五星級 那一定有 那是一定都吃最好的 你們不是有出過國嗎 有啊 出過國 我們一起去過 出外景啊 對 外景 太好了 去幾天 有一個優點 每次都要找一個很漂亮的妹妹 做我的看護 給他當看護 其實啊 把你拿來當人頭啊 對… 然後啊 他的保證那個看護 已經是湊來湊去 大家不要以為聖大哥是國寶 其實呢 他對女色也是有分別心得 你看看 你不可以亂搶啦 那個蔡小潔啦 小小雨來過 容光煥發 廟雨如珠 後來呢 有一次錄影呢 一整天鬱鬱寡 好像不講話 為什麼呢 因為那天來的女康護是小甜甜 寶媽 很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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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不是阿倫是喔 因為小天是寶媽的人 對 亂說啦 然後呢 平常跟蔡小潔 玩那個餅乾傳請啊 就兩個在那邊吃吃吃 玩得好High喔 有一次呢 彼此不從 說不要 不要破了 我的形象 我不玩這個 為什麼 因為那個要跟他玩的是楊秀慧 對 蔡小潔 在我這邊 在聽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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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 所以他是有分別的 所以聖大哥是很會挑的喔 對 有眼光 蔡小潔 跟他關係更深 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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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略知一二 略知一二 對不對 現在 但是今天不能講 他老婆現在會 蔡小潔還是聖大哥的最愛 有一次聖大哥錄影 就喝了幾杯小酒 好 然後趁那個攝影師在休息 沒有在機器在拍的時候 我看聖大哥是搭著 那個蔡小潔的肩 從那個餐廳出來 嘿嘿嘿嘿 然後我就 聖大哥 這個男女收縮不清理 這樣就被人家看到不好 搭肩不好 好… 他就把手滑下去 就會變成放在屁股上面 屁啊 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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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說了半天講 他是自己耶 沒有 澄清一下 不是放在屁股 放在腰部這邊 因為蔡小潔那邊不舒服 比較好嗎 腰比較OK啦 這個 你們兩個是 就覺得家庭生活太煩悶了 想要離開是不是 對 所以你們講的蔡小潔 就是帶去北海道這一次就對了 來 三個請坐 謝謝 謝謝 來… 寶座給你… 來 下一位 年紀才多少 11歲 他大你11歲 我大他11歲 他小五個比較年輕的 11歲還好啦 對 你從他年紀幾歲 我44 45啦 應該算45啦 45 所以他30幾 對 我59的嘛 對 真的啊 你那個臉 我59年次的啊 你59 是59 59的啊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我以為你是聖大哥同學 我以為你是聖大哥同學 真的太誇張了 好 那他11 其實比我們男生小11歲 可以成為忘年之交一定有原因 當然的 因為我跟他的緣分 應該是在這個做活動的時候 做這個演出的活動 這一個Bang 很多Bang在表演的時候 我說看了這個小鬼 還滿有才華的 只是講話還滿風趣的 說起話來的時候 很投遠 然後在後台的時候 還不錯 還滿幽默的 還有滿有料的感覺 對 然後一直跟他 跟他聯絡啊 或者是有時候不捨得 他會跟我打電話 他是Bang的 那是Bang 對… 你說他是鼓手也不是鼓手 你說他是主唱也不是主唱 你知道嗎 他就是會喜歡哈拉的人那種的 對… 他很像那種 很長熟的板凳你知道嗎 對… 很長熟的板凳那種 對… 什麼都嘎一腳那種 他是不是也是你們原住民啊 他都 他都 應該是啦 真的不是 因為我可靠消息 他… 他不能說是原住民 他可以說是很多族的 對… 對… 也有混到菲律賓 對… 有時候看看… 看久了 很像泰國的 對… 很邏輯的就對了 而且奇怪 你看台灣原住民以前 有一個矮黑人族嗎 對… 他可能就是唯一那個矮黑人族 留下的血統 可能 唯一的 對… 因為這麼黑嘛 長得其貌不養 來 歡迎他來 你今天有這麼冷啊 你不是淡水很冷 你是原住民裡面算黑的 高一點 哪一個部的 泰國的 不是的 不是的 哪裡 台東的部落 是… 你是BAN 對 你是BAN 最佳第六人 請問一下 你在BAN裡面擔任的是 開車 送檳榔 搬機起來 你真的會不會唱歌 套保力 我都唱鼓調比較多 鼓調 就是原住民的 來… 我跟你講這一次你真的只好好的唱一首 不是一個… 對 真的 好好的唱一下 對… 不要讓人家看不清楚 真的 因為我不太會唱流行歌 真的 那你就唱鼓調 OK… 哪一首鼓調好不好 OK 那我就唱阿美族的好不好 鼓調 這邊 你台灣族的啊 你說你台灣族的 台灣族你唱阿美族的嗎 不是我阿嬤阿美族 好… 阿嬤阿美族 阿嬤阿美族 你這樣喔 我…可是我高度有 高度有 來…開始 好好唱喔 會突然變好緊張 緊張緊張 GUYS 啊美族 突然變好緊張 你又哭一下 你又跟他平常唱歌 是不是這樣子的 真的 你又緊張對不對 我怎麼每一天都是那種 多了這個鼓腔對不對 對…怎麼會這樣子呢 他那個真的是鼓調 那是鼓調啦 是阿美族的鼓調 對 你把我吼吼 你屁帶寶流 你一直看他這麼正經 對啊 聽你唱得很好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老人 那喝酒的時候喝的 我那邊有阿美族的會解釋 你不會解釋喔 我不會 我只會唱 只會唱 意思是什麼 意思 就是唱 只是一個吼而已啦 對 就是一些身影這樣子而已 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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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泰啦 勇泰 音樂是你剛剛的勇泰 你在弄講話 他台語他都身影啦 不是 他主要的含義就是 就是我們一起耕作 耕農 然後休息的時候 我們小酌一下 是 然後輕輕鬆鬆的 可不可以再唱一遍 拿點酒來我們 這個主意不錯 我知道原住民有很多的歌曲 在他們不同的這個時候要唱 比如說有時候我們看人家那爬山 他們爬山爬完 他們就開始唱一些他們的鼓調 那不論他們說這樣唱的時候 其實對他們爬山來講 是有提振精神 然後會讓你那個呼吸順暢 對… 對 我有一次看一個節目就是那個 Janner 那個女主人 Janny 然後跟那個阿妹 對… 去阿妹的故鄉 阿妹就唱一個鼓調 在山上 好厲害 對 三腔都跑出來 對 阿妹 沒有啦 三腔還叫阿妹咧 不是 他那個時候 剛好山裡面就要下雨 然後他說 他唱一段然後出 希望祖靈 對 讓這個雨停下來 真的停了 真的停了 是 可是我還沒有到這樣的公里 沒有人說你 沒有 沒關係 我們只是看到你 沒有耶 對… 那你除了阿妹族 你會別族的嗎 我也北南族的 來… 北南族 他什麼都會 酒…沒拿來 預備 起 對… 我們今天對你改觀 真的 其實你是一個 文化素養的人 真的 你是文化人 對啊 平常搞得自己 跟那個外勞一樣 平常獎金有的沒的 不是 我都一直被你們 就是… 沒有 沒有耶 代國的本優 沒有耶 我們只是跟你講 沙拉地康 我跟郭南族 所以這兩天 跟老婆感情還好吧 非常好 真的 很好 經過你幹掉之後就好了 我就是… 真的 真的 聖主如心胸寬大 沈玉琳狂詛咒也沒關係 困難的朋友呢 就是看你誕生死 選衣服的Size嘛 所以必須要量他的身高啊 火光 幫忙 這兩天跟老婆感情還好吧 非常好 真的 很好 經過你幹掉之後就好了 小… 就是要打 你知道嗎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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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民雄在你眼中 有什麼樣的優點 他是一個… 因為我從小就… 他是我的偶像 對 哪方面的 音樂上面 音樂 是… 然後我有時候會 偷偷地跑去他的餐廳 但是我身上沒有太多錢 可以進去消費 你知道嗎 就只能在外面聽那個喇叭 OK 對不對 桃園那一家嗎 對 然後 他那個表演就是 讓我就是 怎麼可以那麼厲害的原住民 你是想喝免錢的吧 沒有 我那時候跟他不認識啊 我那時候又… 那你們… 民雄一出來就 民雄 點喝啤酒 沒有 不是 當他是街友 所以你們在一起 都討論些什麼啊 你們的內容是什麼 就是今天晚上可以喝幾瓶 不用啤酒 沒有 民雄哥今天幾瓶 三比四比 好了 謝謝 沒有 不是啦 通…沒有通常就是 內容的話 我們都會聊音樂方面的東西 是嗎 比如說… 譬如說 同樣的一首歌 它可以怎麼樣的改 然後… 你那個情緒要怎麼帶 是 對 我們會聊那個編曲 就是你會唱的歌 其實你不用一直在學人家唱 對啊 學原組唱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唱 或者是你跟樂團方面 你稍微溝通一下 改變一下 沒可能是你們的風格這樣子 結果他有… 他有學進去嗎 有…有進步… 有進步… 那…我要問你一個音樂上面的問題 請問一下你對這個 北原三貓 吳老師跟陳老師的歌曲 你有什麼樣的詮釋 哇塞 不是 你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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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歡樂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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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都翻了 好 愛都翻了 好 來 請坐 謝謝 好 那接下來 討論他們朋友之間的事情 這個泰山 你在比賽的時候 寶貓會去看嗎 對啊 真的喔 對 常常 嗯… 北部比較多 南部還是會有機場 是喔 對 他去看的時候 你會有壓力嗎 沒有壓力 可是… 很奇怪 就是他每次去看的時候打過 正衰神 那還是有吧 媽媽當… 當什麼當衰咖是不是 所以就是媽媽去看你球賽之前 他都會告訴你 這場他要去看就對了 對 他會說 因為一定要 因為要… 一定要 對 不是 要票是票不好買 不是他要貪小賣 太滿 沒有…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我真的 我是一個很少… 我怎麼會去看棒球 球賽 等一下 你說真的 是 然後重點是你知道 我連去台南我去看耶 你知道 台北開車到台南 開車啊 對 建民嘛 建民開車嘛 你要這樣子開車 而且我連續三個禮拜 每個禮拜五我們就開車 很累耶 看完回台北… 對 都睡在車上好累這樣 沒有 其實我覺得就是 我總覺得我認識他 他是我的朋友 然後家人 他打棒球我們要不要支持 要支持啊 但是我心裡面又覺得說 因為其實去年我已經有覺得 感覺說 為什麼 張戴珊的拳雷打好像都不見了 就是因為他是 他是拳雷打的保持者耶 是 為什麼 我在家裡面以前都聽到 張戴珊打拳雷打 為什麼現在不見呢 因為 他看到你來 你都坐在旁邊嘛 他想說 可不可以打一個 你不是想打一個 推到他 我跟你講 我真的 我是很用心在看棒球的 真的… 張戴珊如果說 像你知道 有自己很熟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 來看你比賽的時候 你會不會心情上比較 怪怪的 應該是說會比較 還是會 對… 其實我們這一行也會 譬如說我們家人來探班 我們就會覺得 詞窮 對 就不會 我們根本不一樣 就會講 有時候開玩笑都會覺得 不太敢講 對啊 對 就要問一下他 好我心這一次 有沒有… 對啊 對啊 比如說拍戲 或者是演舞台劇的時候 知道家人在台下 你就會怪怪的 突然愛手愛腳 對 就施展不開的感覺 但我覺得我們現場 有一個人他完全不會 當然喔 我發現玉琳哥在任何一個 就是現場有 有什麼兄弟啊什麼 他都… 他都沒差 他在表演的時候 旁邊那個靈體現身 他也是 我是完全喔 那個靈魂 就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那是呢 十萬個人跟一個人 我都一樣 表演的方式都是一樣的 對 這個是算是挺啦 朋友相挺 對不對 那… 欸… 欸… 怎麼了 請問一下 你說… 你說你跟聖大哥開玩笑 可以開到… 很… 我跟你講 什麼叫做患難的朋友 是… 患難的朋友呢 就是看淡生死 唉唷… 那我… 對聖大哥這點很佩服 就是說 聖大哥也是看淡生死的人 我們常常節目的橋段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是去櫻哥 做那個陶瓷 然後就做一個甕這樣子 然後聖大哥也做了一個 好啦 那就到櫃檯要買單了嘛 那我就問那個店員說 我問你喔 這個甕 可以裝得下 會 然後店員很幽默喔 他說 然後我說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很感動 你知道嗎 我說有幸可以跟 這個新聞界的國寶 骨灰放在一起 你灰中有我 我灰中有你 我就覺得很OK 聖大哥他也不會生氣 他也就笑笑 有一次呢 也有生氣的笑 沒有 你沒有生氣 沒有生氣 幫我畫了一張笑 畫到餐廳裡面 彥主幫他畫的啦 我覺得還蠻像的 對 他一去啊 誰的遺像 誰的遺像 他也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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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聖大哥豁達的地方嘛 有一次我們去那個 逢甲夜市 然後製作單位說 我們這個橋段是要幫 聖大哥衣著大改造 所以就把他帶去這個服飾店 草牌的服飾店 那因為要選衣服的尺寸嘛 所以必須要量他的身高啊 體型啊這樣子 然後我就拿那布紙 就開始量量身長啊 什麼身寬這樣子 兩晚以後我問聖大哥說 聖大哥 你覺得 髒木的比較好 可能快木 超 你那個髒木你知道嗎 髒木快木 那玉琳 哪一個比較好燒 聖大哥真的太棒了 聖大哥很豁達 然後我們就一集一集 都在開這種玩笑 聖大哥沒有跟我抱怨過 聖大嫂也沒有跟我抱怨過 反而是有一天 我在電視台的門口 來了那個電視台的長官 沈兄啊 感謝啊 很辛苦啊 那個收視率不錯喔 你為我們貢獻很大 By the way BTW 能不能跟你講一下喔 不要再開聖大哥生死的玩笑 他說 他說 不是 那個長官很好玩 他說你不要再開他生死的玩笑 因為你講那個話呢 大家看了會有感觸 你也知道嘛 國寶 我們現在每多看他一次就少一次 所以你不要再氣他了 沒有 玩笑可以玩笑啦 不過聖大哥確實是 對這方面的事情是都還滿OK的 可是聖大哥說你們之間 有很多互相知道的秘密 這倒是 是不是 這倒是 因為我們 時常出外景啊 如果過夜我們睡同一個房間 大家喝點酒 是 無話不談 然後他好多秘密的就知道 聖大哥跟我講更多秘密 那什麼時候公布呢 你的事情 講兩個來聽聽吧 這些秘密一講出來 你知道聖大哥是何等的人物 他知道的事情 一定都是很高層的很機密的 一講出來不誇張 絕對 那沒關係 那我們不聽聖子聖大哥的秘密 我們聽你的秘密就好 現在他會跟你講夫妻關係嗎 夫妻關係 他動不動就說他老婆懷孕了 他老婆懷孕了 就怕我們老婆都沒懷孕了 沒有 常常是這樣 我們空檔就會打電話給老婆 因為老婆懷孕嘛 當然 那我們就要關心嘛 然後我就說聖大哥 你怎麼都不用打電話給大嫂 你是不是不在乎他 他說不要這樣講喔 我可是很在乎我老婆的喔 然後晚上收工在那個 寢室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打電話嘛 寶貝 你好媽媽 要多休息喔 怎麼樣這樣 然後換過彥均了 也是在那邊憨你喔 想你喔 這樣子 然後聖大哥在旁邊看了 欸 你們是當我沒老婆是不是 我跟我老婆 我一定沒手機 對 後兩人才發現說 他不是不願意做這個事 是因為他沒手機 而且下去打工這樣很尷尬 我也要下去打工 對 他有一次就這樣喔 他有一次真的生氣了 玉琳 手機拿來 我也要跟我老婆恩愛 我們就好期待 想說 他應該也會在那邊寶貝 什麼這一類的 結果一接過來 沈玉琳膽大包天 拿分狂雜阿聖主嚕 如果只是單純當煮溫槌蛋呢 他一定很無聊 聖大哥就會接話 他有一次真的生氣了 玉琳 我也要跟我老婆恩愛 我們就好期待 想說 他應該也會在那邊寶貝 什麼這一類的 結果我一接過來 有事沒 然後那個大嫂說 什麼有事沒 你有病啊 你是不是要吃藥啊 你問我有事沒幹嘛 我就是問你有事沒 沒事是吧 什麼東西 特別 聲明 我說 我現在用的是 沈玉琳的手機 是 要不然他奇怪 我怎麼會用手機打 對…拿來的 通常的 沒手機很過癮 對啊 酷喔 找不到他 我們集合 比方說九點在高鐵站 到了高鐵站 找不到聖大哥 我跟你講 一般人找不到 打手機聯絡總會知道 你如果找不到聖大哥 就是找不到 沒有手機啊 找不到他 打電話去他家大嫂接的 大嫂好緊張喔 什麼 他很早就出門啊 沒有看到他 怎麼辦怎麼辦 不行啊 我們都覺得好感動喔 老夫老妻 可是那個關切之情 異呼眼表這樣 那是一定 然後大家奮鬥著找 找不到他人 結果他在哪裡 他在我們上一個行程的那個 茶葉行啊 跟那個風騷老闆娘 泡茶 穿爆乳裝的老闆娘 在那邊泡茶 然後我們出現在 聖大哥的身後 他還沒有察覺到喔 我們看到聖大哥在泡茶 可是他眼睛是盯著人家的乳溝 你知道嗎 好 民雄 民雄你曾經 想要出錢幫他組團喔 其實他們那個 那個樂團我覺得是 滿有特色的 其實這個薩基努他 滿有他自己的特色耶 那時候呢我就想一想說 後來我就問他 你們團是 為什麼我每次來的時候 都是不一樣的樂手 然後就是 就是 都是好像就是 都是板凳板凳這樣 一直地補地補這樣 我說只有看到你而已耶 我就是 沒有 我們這個樂團的特色就是這樣子 就是 他說借來借去的 少一個借一個這樣 不是 我們那時候團名叫做 八十六 叫八十六 後來我才說八十六是 阿美族的是借來借去的意思 就是借給我的意思 借給我的意思 然後所以樂手都不會固定 對啊 我就覺得說 那你們這樣子的品質 我撐吃不起耶 沒有默契 沒有默契啊 有時候聽的話 可能是 這聽不下去 有些時候 人對的時候呢 他們演奏的東西 很有靈感 然後就看起來 哇 滿不錯的 所以我就跟他 曾經就想說 要不要找一個固定的樂手 然後就是 培養他們就是 他們這個樂團 是 他們那個風格這樣 好好的把它磨練一下 訓練一下 結果呢 結果這個傢伙就是 沒有定性的 他可能什麼都學 十八八五一 一下子去休止一下 你就去烤水豬 你就去烤 你去做蛋糕 你去做什麼 你到底要做什麼 是 那待會兒做什麼 做一樣金的就好了嘛 對 不要再摸一摸 你看到現在 什麼都會 但是什麼都不金 對啊 他什麼都會 但是水泥都會 他還又有才華 水泥 所以 所以 沒定性 所以你就是 打算不贊助他們 因為那時候也是 很不好掌握他嘛 對 我問過他 有時候打掉不接電話的 那種的 那你不是也是 我 我除了打球之外 我打掉給你先接 除了打球之外 工作 我什麼都接 這樣子 可是上次明軒有幫你 免費演出過 對啊 我那時候還滿感動的 怎麼了 就我那一次去花蓮 那一次有沒有 然後 然後我準備要表演了 然後我就開始唱 然後唱到後面 觀眾也越來越多了 是越來越少吧 越來越多啦 因為晚上 越來越多 那很多是我們看不到的 對不對 然後之後 民衆大哥就來 他說 你的觀眾為什麼都冷冰冰 就是都很冷靜就對了 來 我上去幫你 他一上去 整個 熱絡起來 拍到天亮 就跟他一起玩嘛 就跟他一起玩這樣子 所以民衆一走又冷冰冰 大家就好 好 民衆走了 那這樣算是一個很大的恩惠 尤其對一個新人來講 對 因為民衆救了你 對啊 也沒有時候救了 其實我們都喜歡表演音樂嘛 那也就 那我突然說 你看今天表演很好 那民衆大哥 我們組一團好了 為什麼 沒有 有時候的時候 我會 我會 不時的時候 想到說他在哪裡唱的時候 所以想到我就會過去看一下 去聽一下這樣子 去感受他們那個表演的那種氛圍 我覺得他們的表演是很獨特的 他什麼歌都唱 是 但是呢 國語科 國語科是沒辦法唱好的 永遠唱不好 對 永遠都唱不好 有一些時候 跟他唱...唱歌 那個詞都不對 就自己加了 那一首歌變完整的 我說你上去 你為什麼唱不完整 對 為什麼唱不完整 為什麼 因為他的生命就是不完整 就等他來讓我生命完整 你現在在求愛嗎 不是啦 求愛 好啦 不過就是 今天看到大家感情都很好 而且忘年之下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就講 其實交朋友年齡都是問題 投不投緣最重要 可是今天呢 有一個人他還是要講出一些事情 他覺得他羈押在內心很久 他受不了 來 沈玉玲請到那邊講 我們今天就是 所以幫聖大哥戴上耳機 這段聖大哥不能聽 真的 那他什麼時候才會知道這個秘密 他播出以後了 來...我們要立這個 來... 好了 我們要這個畫鴨狀 這個國光幫忙 畫鴨狀 本人宣誓 今天在國光幫忙所言一切術師 如有半句虛假 將不領今日酬勞 立狀人 來 好 立狀人要寫是 畫鴨 好大聲喔 來 告訴大家這是什麼 威廉 威廉神 你叫威廉 我叫威廉神 你不曉得我叫威廉 對啊 你就是我威廉神要找的人 來...威廉神好不好 畫鴨了 好...來 請說出今天你對聖大哥 有一件事情非常不滿意是什麼 應該是他對我不滿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事情是我作弄他 怎麼樣 我們那次去北海道 然後第三天製作單位 安排了一個行程 要我們去煮溫泉蛋 然後準備了那麼多生雞蛋 要我們煮溫泉蛋 那小骷髏 那我覺得拍起來會無聊 那你知道我製作人 職業病會來嘛 邊錄邊想說怎麼樣 讓這段會有趣 好啦 那五四三二就開始了嘛 我就拿起生雞蛋 說 如果只是單純這樣煮溫泉蛋呢 他一定很無聊 聖大哥就會接話啊 說 那要怎麼樣才會有聊呢 然後我就被他臉激盪 你知道嗎 他有點好像討厭我的機制能力 因為我當時也沒想到 要怎麼樣才會有聊 我只是話先這樣講而已 你說啊... 你說啊... 怎麼樣才會有聊 我說這樣就會很有聊了 我就... 就直接往上喝了 你真敢耶 那聖大哥本來還滿臉效益的喔 一K到 他整個臉鐵青 然後呢 那聖大哥用意味 不知道要躲 憲住 他有點迷惑 你看大哥 你這時間要留下來喔 就整個從天靈蓋這樣子留下來啊 哇塞 那就雜雜雜雜雜 好啦 那就整段錄得這樣子烏煙瘴氣 因為 連郭彥均 他也拿蛋炸彈 錄完以後 我們去旁邊的那個飯店呢 出洗 我就看到聖大哥 頭那個放在洗手台那邊邊洗 然後緩緩地從他口中吐出 水 不可憐 火光 幫忙 那就雜雜… 好啦 那就整段錄得這樣子烏煙瘴氣 因為 連郭彥均 他也拿蛋炸彈 錄完以後我們去旁邊的那個 那個飯店梳洗 我就看到聖大哥 頭那個放在洗手台那邊邊洗 然後緩緩地從他口中吐出三個字 講得很大耶 因為聖大哥也實在是很有趣 我沖洗蛋一定要用冷水 結果他用熱水 他那個扇板是生了對不對 我在那邊看我就想去擺帽子 如果再撒一點蔥花 就變蔥花蛋了 好啦 那聖大哥在生氣我也知道 他想知道要怎麼樣去安慰他 我就 把聖大哥拉到一邊說 聖大哥 這不是我出的主意 這是製作單位本來就有的橋段 然後 我說怪的 但是我的腳本有這一段 會不會是製作單位搞錯了 但是真的是他們訂定的這個節目 的這個 的橋段 內容就是要這樣子玩 然後就說好吧 如果是製作單位要求的 然後我也只能配合啦 所以他到現在還不知道這件事 他不曉得那個是我臨時 被他擊倒 那他後來釋反的原因 是因為他覺得是製作單位要求的 所以他到現在還認為是製作單位要求的 對… 哇塞 那不然他如果 如果知道是我 是我要弄他的那還得 我覺得他可能會打電話給我們 欸小康 我們再做一集 我跟沈玉琳 那你可不可以準備雞蛋給我 你知道嗎 好 謝謝 好 謝謝 來 張大哥 我剛剛都在上美女 剛剛聽到 夠好 不夠 聖徒大哥 回去看那個播出的時候 知道真相以後呢 還能夠繼續跟沈玉琳成為好朋友 播出當天 播出當天我會帶他去逛夜市 好啦 今天謝謝各位長輩參加國光幫幫忙 謝謝 他們被網友罵到抓狂 火力全開 反擊啦 大家就是說看我的臉 你看就是有整過啊 還省得這麼老賽 你居然罵我給你臉不要臉 跟我要個照片而已 你為什麼火氣要那麼大 網友你聽說罵我變胖 他真的是在原唱的啊 對… 我都想罵你了 現在回他兩句 罵他